人人唱颂 馬祖慈悲 馬祖慈悲 大家好 今天顧問來分享的課程 就是我們陸式的智慧 追求成功 人生圓滿人生 贏家的一種課程 我當年顧問工作生涯三十幾年 到每一家公司去 就是要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很多個人來找我 都希望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好 而且更好 來追求更好的人生 更好的結果 我在學習當顧問這條路上 我們看了很多詩 上了很多課 其中有一個課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英國關於教育心理學方面的一個課程 在英國教育心理學的時候 他有提到一個命運的cycle 所以命運的一個cycle 所以要改變一個人 讓他命運更好的話 他有一個cycle 非常的重要 每一次我在輔導一家公司 或者每一場演講 我都會講這個命運的cycle 因為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好 而且會怎麼樣更好的話 必須從這裡面下手 去研究 去探討 包括我們要追求更好的人生 更需要去了解命運的所謂 那命運所謂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他說人的命運其實有先天的命運 你以生寄來的那種命運 條件 福報 福德不一樣 所以你投胎下來的人世間 你處的環境就會不同 有人會處到戶主的國家 比較進步的國家 有人會生在比較屬於落後的國家 沒有辦法受教育 沒有辦法過好的生活 甚至一生出來就是那個難民 都叫逃亂 所以你有再好的一個先天的智慧 你環境不行 你的命運不行 你的條件就比人家失 失給人家 所以他說命運開始的時候 命運是會決定一個人的環境 所以我們在宗教 馬主要教我們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的生活 都是過七年 你所造就的 那你說你生天的命運 會影響你的環境 環境不一樣 環境的不同 環境的差異 就會造就一個人的觀念不一樣 就像我們在台灣 我們對感情婚姻 藍裡的觀念 跟美國人 那個美國的環境 跟阿拉伯的環境 在不同的一個角度 你們大家對藍裡的關係 藍裡的感情 對婚姻那個觀念就不一樣 那環境影響的人的觀念 在不同的環境 就會影響不同人的觀念 那觀念不同 我們每個人觀念不同 你的觀念跟我觀念不同 我們的心態就不同 我們展現外面的態度就不一樣 我們對某件事的看法不同 觀念不同 所以我們對他的一個態度就不一樣 有人很愛錢 他認為錢是萬能的 錢是所有的一切 有人說錢是什麼樣 罪惡的 那你接受的環境 接受的觀念是這樣子 你認為錢罪惡的 你對錢的態度 你就不會去珍惜 拼命去賺錢 那你如果錢是萬能的 你就很珍惜錢 馬上要去徵求錢財 對錢財的態度就不同 那心態的不同 就會造就一個人展現的行為 就不同 愛錢的人 他對錢的斤斤的計較 那不重視錢的人 他不會在意錢 都不會在意錢那個四字 不重視錢的人 他的行為就不同 所以坐計程車下車 零錢要不要找 那就是你對錢的觀念 跟對錢的什麼態度 就造就你的行為 你要不要找這個錢 所以你所有行為 就來自於環境 觀念跟態度 心態的一個影響 造就行為的不同 所以你看每一個人行為不同 那行為不同 他就會造就這個人的習慣就不同 所以你看每個國家 每個的環境 他們觀念不同 心態不同 他們的行為不同 這造就他們的文化 習慣的什麼樣 不同 就習慣習慣的就養成了 那心態造就行為 行為一直重複 你老是講這幾話 你就習慣講這幾話 老是去出這種東西 你就是出這種東西的 出的文化出的習慣就來了 這習慣不同 就會造就一個人的文化 這就是文化 這氣質個性的不同 所以你有什麼樣的習慣呢 就會造就怎麼樣的個性 那前提來講呢 一個個性就是一個地方 一個國家的文化 一個民主的文化 所以你不斷地重複的行為 養成一個習慣 那習慣就養成一個人的什麼 個性 那個性不同呢 你展現在外面給人家的感覺 年紀關係看到你的個性 你的個性的不同 人家看到你的感覺就是你的形象 你的形象就不一樣 你的形象的好壞給別人的感覺 好壞就會影響你這一生的一種命運 那命運呢 就造就了你真的成就 那延續下來呢 你這生結識帶著你命運的業力 就轉世在外面 你後下輩子環境在哪裡 就是一個生命的cycle 生命的cycle 所以我們能在年世間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那入世來追求成為一個贏家 或者一個成功者 你必須去注意到這個 去警戒你的環境 去警戒你的習慣 去警戒你的個性 去警戒你的帶給別人的感覺 那就緩緩相扣 就是生命的cycle 所以英國的教育心理學呢 它談這個 我們怎麼樣去改變一個小孩子的命運 給他過了很好的生活 那就是我們要給他一個良好的環境 那那個什麼叫良好的環境 因為良好的環境 會給他良好的什麼 觀念 就會帶給這個小孩子良好的心態 就會造就小孩子的行為 就是行為換錯了不對了 他們就會檢討說 這小孩子的環境是不是給他錯了 給他的觀念就錯了 趕快來改變觀念 改變他的心態 他的行為就改變 那不然就直接一點說 他換錯了 就更正他的行為 養成一個習慣 從行為改變 改變一個習慣 就像我們去當兵 完全不適應 可是在不適應當中 因為軍隊中的那一種強迫 那你看到長官就要敬禮 長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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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不斷地重複以後 改變他的行為以後 他習慣改變了 他的個性 精靈的個性就出來了 精靈的形象就出來了 所以我當過兵的男生 都有這種印象 在我們境內當中 起床要疊門疊疊的 像鬥舞肝一樣 那兩個月的受信 或是一人的一個受信 他兩個人當兵 都這樣要求 我們就行為改變了 就把他鬥舞肝 然後變成一個習慣這樣子 所以我們退伍後 那幾個月 我們都還在整整機起的對不對 那當然滿滿環境沒有人要求的 我們觀念 哎呦 何必把棉被疊成鬥舞肝 那雖然雖然我們就改變了 因為觀念改變了 然後行為改變了 那形象也改變了 所以 各位要知道 從這個生命的一個 行管 命運的一個鎖鏈當中 就知道我們不能要主宰 如果我們要往上夠更好的一個生活 更好的成就 我們就必須從這裡去改變 無論是改變自己的什麼 環境 改變自己的一種習慣 改變自己的行為 然後最重要的 要改變我們的形象 像當年顧問 叫我顧問的什麼 形象 帶給大家的感覺 帶感覺好不好 如果帶給大家的感覺好 那我的命運就會很好 我就是一個專業的一個顧問 所以非常重要 我們人要緊結 那顧問在這邊要講一句話 緊結是智慧的開端 你的行為是怎麼來的 小孩子的行為為什麼這樣來的 那就是因為命運的cycle 因為環境的影響 觀念的影響 心態的影響 行為 然後變成習慣 然後習慣久了就是一個人的個性 那個性展現在外呢 就是一種形象 帶給別人的感覺 然後就決定他人生的命運 這個命運在繼續輪迴 在帶來先天的一些條件 先天的那種特質 習慣 來投入胎在哪一種環境 這是我們的生命的一種cycle 還是命運的什麼 手鍊 我們要掙脫這個手鍊 就是在哪一個點上 很徹底的去改變 我們的命運就不一樣 好 以上呢 祝福大家成功美滿 幸福的人生 感恩馬子 感恩大家 馬子慈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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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